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确诊 但金中国也透露 天天和他吸引不离的经纪人并没有确诊 另外他也提到RM成员集体确诊 但宋志孝没染疫 让他觉得很神奇 因为宋志孝完全没打疫苗 而金中国回想症状出现的顺序 第一天头痛 隔天鼻子像过敏一样鼻塞 虽然身体状况不错 却一直冒冷汗 于是他疯狂在家运动 汗就像下雨一样狂流 流汗之后 鼻塞症状也消失 但他的受觉也跟着不见了 当天拍摄影片时 他表示 现在受觉大概恢复10%左右 虽然还是无法百分之百恢复状态 不过粉丝看到他逐渐健康的模样 总算放下心中的大石